我現在就是骨骼王國的國王 我說為什麼呢 余師傅給我講了剛才這個故事 他說你看 我現在就有這個黑貓 確實有一隻黑貓 胖胖的 肥肥的 就經常就在骨骼王國的 這個廢墟上面來回地跑 87年帶著一幫學生去 當時那骨骼門都鎖著 我們也沒看到壁畫 然後帶著學生 就是沒什麼收穫就回來了 但是貓給我留下印象 大伙都看到那隻貓 我學生都看到了 從那個坡上 穿到那個坡上來回跳 然後走 我說這個貓呢 它的聲音 實實在在在這種 沒有聲音的情況下 它真是刺耳 我第一天晚上住著 我就聽著上面 黃昏的聲音 我就聽著上面叫 它叫的聲音非常的淒厲 曹友那天就閒著沒事 那槍就瞄那個貓 傍晚的時候 就在一山坡上 我離我們洞很近 我倆都認識 後來我當時就隨手 條件反射 他一下跑到對面的牆上站著 他就 就字牙來嘴地看著我 我當時就 就順著他 就打過去 碰了一槍 打死了 打完黑貓之後 他那個 突然覺得不對 曹勇就突然覺得不對了 因為曹勇以前都是 好像膽子很大 無所謂 就是那種 帶點兒匪氣 帶點兒霸氣 那種感覺 然後打完黑貓之後 他突然覺得不對 他覺得 好像是觸犯了神靈 好像是觸犯了這個 骨骼的一個守護神 好像這個黑貓 不是一般的貓 是一個貓精 他覺得這個不對 他突然間覺得自己 不該殺這個貓 我錯了 這是我非常內疚的一件事情 曹勇和俞小冬等人 曾經在骨骼遺址的洞裡 住了很久 臨摹壁畫 可以說 阿里的壁畫 最終影響了曹勇的人生 我在臨摹西藏的 這些壁畫的過程當中 因為這些壁畫 都是宗教故事 都是佛 佛教故事 它還依然是涉及到 一個生命的終極問題 就是最後的 你的歸處 你的出處和歸處 我當時也並沒有去看過 這些任何佛教經典 也沒有看過任何 教育方面的書 我僅僅是熱愛那些畫 但是在臨摹畫的時候 你能看得到 因為這個畫就是靈魂最直接的一種反應 這種反應就能感受到它靈魂的品質 生命的一個體驗 撬開了我覺得人自身的靈魂的這個門 這個門有很多 但是在這個地方可能它是轟然敲開的 是這一堵讓你能了悟的大門 我指的是西藏 我指的是阿里 我指的是所有的每一件發生在我身上的 大大小小日日夜夜的一種生命的體驗 曹勇自稱走遍了除茶語之外的整個西藏 在殘酷的環境中 它有著頑強的生命力 還有西藏的那個水也並不是每個水都能喝的 你要看那個水裡面是否有蟲子 沒有蟲子的水你就不敢喝 因為這就證明它搞不好就是含有某種 就是對人體可能是對生物有害的那種礦物質 啪啪啪就打了45隻兔子 什麼概念 就不到半個小時打45隻兔子 打得非常準 它這家草口就是牽掛特別準 兔子打完了打烏鴉 烏鴉打完了就開始子彈要節省了 時間長了 你就要開始去做那個小老鼠 把它的肉還有小腿 放在那個鵝懶石上 那有大的那個馬尼石上抹上鹽 早晨你就可以幹這事 弄完了以後到下午的時候 它那個肉就變成爪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這個肉就可以儲藏 就可以做那個土拔湯 在這一片最不適合人類生存的高原上 曹勇有時也很自私和冷酷 還是讓我們回到前邊提起過的珠峰之行中 聽一聽路上還發生了什麼 看是第一天還是第二天中午 我們坐下來吃乾糧 我們當時就是吃的 壓縮乾糧和乾方便麵 但是曹勇有意 居然從它的大袋子裡 逃出了一個小玩意兒 後來我才知道這叫固體酒精 它點燃了以後幹什麼呢 在燒水 燒了這麼大一鍋這個 一小鍋水 然後用這一鍋水來泡方便麵 那個方便麵的那個味道啊 就順著那個風就飄下來了 當時我們心裡 哎呀我 我覺得那個味道香的 真的是 感覺是在比城裡 聞著那個雞湯的味還香 我們都同時的 我們大家都說 說曹勇把那個湯給大家喝一口吧 曹勇說不給 一句話 然後這個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小孩叫小黃 他就說那不給就搶 他就往那個坡上跑 就曹勇從那個袋子裡 掏出一把槍來 我說你他媽小子呀想喝 先問我的槍遠不願意 我們全部禁單了 就為了一口熱湯 一口食品 曹勇居然有這樣的舉動 應該是能理解的 因為在動物界裡 我們能看到這種東西吧 因為在那個地方 人都是飢餓的 飢餓的人的那種原始本能 那種本能就出現了 就是在那種狀態下 大家都怎麼說呢 那個確確實實 不是像他們想的那麼平和 其實公平地說 曹勇不是個小氣的人 當時他特別好玩 他每天下午穿 那麼一個滿身十多的褲子 不是打架 就是看過來告訴我們說 哎呦我買花了 有錢喝酒 特開心 有錢的時候像皇上一樣 全花光了 弟兄們一起吃一起喝就光了 第二天就開始借錢 我們在那吃飯 都是一共一千塊錢 那吃飯就是一千塊錢 花沒了 他那個人 他活的長量 他不做那種小的計算 朋友 認識的人都借過錢 都借過錢 借的錢 我記得最後 借給我錢的人 見到我都跑 最後我 等我到了日本的時候 我還欠留很多人的錢 但是我心裡發誓 我一定要把這些錢還給他們 我到日本 第二年我就實現了 當時我借的這些人的錢 我都寄回來的是美金 借一百人民幣 我還的是一百美金 唯獨有一個人 我一直在找 我找不到 這個人叫朱生棠 後來我聽說他從西藏大學 調走到漢中 這個老兄 當時大家都沒錢 他我記得那時候 我最窮的時候 我沒有錢的時候 他知道我沒錢 他給我送來四十塊錢 他平常老是 他是陕西人 他老是喝那個麵糊 他平時還想去鍛鍊 我記得一個最叫我 心裡面非常難忘的一個景象 就是他去鍛鍊的時候 由於他非常節省 而吃麵糊 有一次扒在那個單槓上面 他想扒上去 但是他扒不上去 你就看 就是看了這個景象 我就一直我在我心裡面 到今天 我還 還記憶憂心 有時候這個不是錢的事情 你懂我說的意思吧 後來不安分的曹勇 與第一任妻子離了婚 到北京辦畫展 又輾轉去了日本 娶了一位日本太太 經過一番奮鬥 曹勇成了日本小有名氣的壁畫家 從東京 四國到渣黃 都能看到他色彩艷麗 造型誇張的畫作 依如他的人 傑傲 張揚 後來他又移民美國 在遭遇了人們 所能想像的種種挫折 經歷了內心的巨大衝突後 他的畫風突變 其實一切都是表象 一個能在世界屋脊的無人區 活下來的人 他強悍的內心 必定蘊含著巨大的能量 首先就是完成生存 儘管很多人罵他的作品 迎合庸俗趣味 艷俗的像糖果紙 但是這些畫 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到今天 全球有300多家畫廊 經銷曹勇的作品 他是美國最出名的華人畫家